据说有位管理员因为抓不到地鼠 而决定用塑胶炸药来消灭地鼠 结果因为洞口太过相似炮头 不仅没有消灭地鼠 反而让炸药形成大火球像炮弹一样射出 为了验证留言 土豪小分队找到了一个有很多地鼠洞的牧场 不过为了保护小动物 在此之前已经清除完地鼠了 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地实验 他们推出真正的灭鼠专家所用的装置 这台灭鼠5000号喷洒出的一爆的氧气饼王混合气体 能把地鼠下的屁股尿流 还是站远一点观察吧 他们小心地将毅然的混合气体关入地洞 灌到一定程度后 关闭阀门直接点火 土飞的到处都是 地鼠洞也被炸成了一条线 完够了之后是时候正式实验了 为了安全他们请来炸弹专家法兰克来为他们安装炸药 法兰克小心地把塑料炸弹放进一连串的地洞 他放入了大量炸药 让格兰信心满满 那么真的能形成大火球吗 他们按下开关 爆炸随即产生 如果地洞里有地鼠的话 应该都成功起飞了 不过爆炸只有漫天黑烟 没有流盐里的那些火球 并且地鼠洼的小洞也已经被炸出了个大坑 很明显 流盐已经破解 但就这样结束可不是土豪小分队的风格 他们决定重现流盐里的爆炸场面 因为法兰克还为他们带来了非常特别的东西 这个特别的东西汽油 保证能引发好莱坞式大火球 他把汽油桶一路沿地洞排成一条线 布置结束 成员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成果 凯利做起了指挥手势 按下开关 果然成功还原了流盐里的大火球场景 不过这却不是炸药可以实现的 炸药只会将洞口炸火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